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皆骗入 以罪圣心 自取佛所 以妙共聚而为供养 即使一切诸众生还 此诸共聚皆是无上心所成 无作法所应 诸如来所忍 诸菩萨所叹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在前面 我们跟各位谈到过 这个二十七三结束的时候 这个正性菩萨行 正性无意行菩萨 他从东方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 善采童子就没有去 没有出去找了 这是菩萨送来的 菩萨自己到家里来的 他没有出去找 所以他直接就网易正性无意行菩萨所 那么这个里面 他告诉我们几个讯息 我们要在这里再跟各位接下来 因为他这里有问到 你是从什么佛那边得到解脱 从什么国土而来的 在什么地方成就的 到现在的时间多久了 那么影响的层面有多大呢 善采童子问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里 首先我们跟各位谈的 就是二十七为一个决定因素 前面二十六 后面有二十六 那么从这种大分类来看 这是一个思维系统 不一样 就一个思维模式 前面二十六呢 属于某一部分 后面二十六呢 属于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在语言模式上面呢 他就要再从东方来过 从东方来 东方是开始 西方是结束 那么 那以二十七三为中轴 化分前半段 跟后半段 那么前半段呢 从文梭斯利菩萨那边开始 他本来就在浮城东 在大塔庙处转法轮 三才童子从那边发心的 那东边开始 然后一直向西边一直走 向南边一直走 南方呢 我们讲是正确的方向 到最后啊 到普陀勒加山 大家知道 观之在菩萨 是阿弥陀佛的邪士 那么换句话说 虽然叫南海普陀勒加山 事实上呢 他就是极乐世界 他是代表极乐世界 那换句话说 他就代表西方 那既然代表西方啊 就是成就了 到这个地方啊 从语言模式上面来看啊 他就已经一番成就 一个循环了 一个循环 那么从这个二十八三开始 是另一个循环 所以呢 正性无意行菩萨 从东方来 但这个时候呢 不一定要善采童子去 这个告诉我们 他已经有基础了 不像以前 前阶段呢 善采童子是没有基础的 他没有基础出发心 所以呢 他要到塔庙处 到东方 从东方开始 也就是先向东走 这样开始的 现在呢 东方的表法 来到这里 也是表示 另外的一个新的开始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是这样跟你谈 那么往后每一餐 还是向南走 南方啊 是正确的方向 南方是正确的方向 那么这个地方啊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情况 因为这五十三餐里面啊 它是从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十个等觉 然后才弥勒菩萨成佛 文殊菩萨 厚德运用 那普贤菩萨 才重重无尽的圆满 他本来啊 是这样划分的 这个就一层啦 一层的接次啦 有没有 一个是三弦位 我们叫相似觉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相似觉 十地等觉 叫谁分觉 到最后 弥勒菩萨这边呢 才叫圆满觉 叫圆觉 妙觉 究竟觉 是指这一个位置 那么这已经是一番理论的陈述啦 现在就套上这一番理论 从二十七 是第七回向 划分前面为一个循环 后面为一个循环 这是另外一个划分方法 假如把这两种重叠起来啊 我们就会发现 理论的这种重重无尽 它已经产生双重现象了 但是这两种划分法不一样 不一样 你不要把它当作矛盾 这种情况啊 有点类似我们穿衣服 有点类似我们穿衣服 你看你内衣裤穿进去 那是一套系统的穿法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你再穿外衣 衬衫这一套 这是第二重 然后最外面呢 你可能再穿一件大衣 那又是另外一套系统 那么这三套系统 基本上来讲啊 它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做比较 它不是矛盾冲突的 这是不同的功用 不同的做法 大家要能够体会这一点 要能够体会这一点 它不是每一套系统都要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告诉各位 在学习华眼的时候 同样一段文章 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啊 都不一样 你要自己去建立啊 去建立 这样一部华眼经 为什么说 它有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从哪里来 因为它可以建立啊 无量的思维模式 可以建立无量的思维模式 有各种情况可以发挥 问题是 各位可能不知道 这里面保障的殊胜 我们再一次跟各位谈的就是 在华元教法里面 是直接要让你去获得那个东西 不是给你符号 你记得这一点啊 在华元的教法里面 譬如说告诉你 这个是时钟 对不对 时钟 那时钟是什么 你进入到这个状况就好 让你获得这个东西 这样就好了 那么时钟是什么意义 时钟做什么用 那些你不要问 在你现在的教育系统里面啊 你一听到时钟啊 你就要先定义 时钟做什么 那时钟长成什么样子 那时钟的定义是什么 你会一直去追究这些 追究这种定义 为什么要有时钟 有的时钟要怎么样 这个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特色 我们告诉各位说 社会教育的这个特色 我们把它称之为 我的思维模式 因为你在介绍的都是他的周围 比如你要自我介绍 你介绍的是我的名字 我的家庭 我的收入 我的体重 我的身高 我的身高 都是我的 我是什么 你根本没有办法介绍到 你说我的爸爸是湖南人 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那我 我是什么的 我变幻境了 就变成这样了 你只能够讲我的 你没有办法讲到我 这个就是你的思维模式 就是世间的教育 你有没有遇到过 同学会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哪一个人起来说 往台上一站 说我就是这样 看到没 好了 介绍完毕 下来了 大概没有啦 假如你当老师 碰到这样 你给我回来 再讲一次 你是谁 你不是要他讲是谁 你要他讲出我的名字 那 我的兴趣 我的嗜好 有没有 你看我们有一个资料表 不管你到哪里去 想自我介绍 自传简介 有没有 通通是介绍你的周围 不会介绍你自己 要介绍你自己 最好的方法 你就是把印尼往脸上一贴 那个 传记纸往脸上一抹 把一抹纸 把它印上去就好了 可是你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这样子他不认识啊 他一定要认识你的周围 这是社会思维教育的一个特色 他一直在你的周围绕 你只能一直介绍我的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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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介绍我是 还原这个交法 直接让你认识我 在这里看到没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问我 哪个学校毕业 不要问我几年出生 不要问我 哪里人 你问那些都不是我 你知道吗 你去注意看看 我是中兴大学毕业 中兴大学毕业的人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句话 根本没意义 你就去找一个交集 你是哪里人 我是宜兰人 宜兰的中兴大学毕业 有有多少 那就顾虑很多了 你是用这种方法 好 你是宜兰的这个中兴大学毕业 宜兰人在中兴大学毕业 那么我我要请问你 你在哪里上班 那你这么一讲 宜兰人 又中兴大学毕业 又在哪里上班 那人会更少 对不对 你只是这样一直过滤 过滤 过滤 才筛选出一个 一个很类似的 但不是 的这种状况 所以你运用那一种 知识累积的方法 去所得到的这种资讯 是属于这一种 你很难弃入的 你没有办法见到 它的本体 它的本来面目 这个就是啊 你在社会上所教所学的 佛法 尤其是法言 直接让你去感受到 那个东西是什么 它不跟你讲什么 直接让你感受到那个东西 那你知道就好了 其他的可以不要 其他可以不要 问题是 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你刚好相反 你要其他的那些垃圾 你没有办法要到 真正你要的那个东西 你弄错了 你弄错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了解 这几套系统 的运作当中 我们希望各位 直接踏入的 直接踏入的 希望各位啊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 真正去感受 所以我们跟你设计的 共同结界 你不要以为 他是小孩子 尤其我们有一些老学员 滑藏工程 他好像也在进行 共同结界跟滑藏工程 个人结界 这三个部分啊 你要交互运用 要交互运用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呦 我跟大家都跪在那里 佛前花怨 好像 刚进来的新生训练一样 我告诉各位 这三个工作啊 是作为我们学佛的基础 你一定要这样做 没有为什么 你说可以不可以免掉 今天啊 林思杰的一篇文章 我看了以后 我想把它改一下 题目改啊 内容没改啊 我说啊 学佛不参加滑藏工程 那就是 SPP 你自己去想想看 在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 人家到场都没有什么滑藏工程的 为什么我们 就一定要求要参加滑藏工程 你要是不参加滑藏工程 叫做学佛的话 那你就有够爽爽爽 看你又爽就好 你不懂得啊 心性运作的轨迹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心性 你有可能啊 就是参加法会 那么应该怎么拜佛 应该怎么恭敬师父 应该怎么布施供养 这些你都懂 但是怎么了生死呢 你不知道 你纯粹啊 都是人云亦云啊 你不知道自己啊 怎么要去承担 你到了 到了言诺网那边 拿出来你看 身份证 一大堆 什么身份证 皈依症 我皈依妙连啊 我皈依星云啊 我皈依违绝啊 这些大牌的都有 你一张一张拿给他看 他看一看都是白纸 你有皈依美 有 你说我有盖过张 有法名 我在这里叫什么 在那里叫什么 都可以有 都可以有 但那些起的作用 起得了作用 还是起不了作用 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你只是一样 画葫芦画过去 结果画到后来 你不是画葫芦啊 你画出一只乌龟啊 对不对 你根本画错了 你不知道 那里面的实际精神 到底是什么 你不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 参加华上光程 我跟你讲 昨天跟各位讲过 都走错了 我们 为什么大家 每个小组都带歪了 都带错了 我都 只在这里讲而已 说你错了 你们每一组 每一组啊 来问我 我都说很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错在哪里吗 你要去记得 讨论之前 要好好的 整理录音带 把重点记下来 这一点你也有没有做 然后在讨论的时候 是要去欣赏对方的发言 他为什么这样讲 奇怪 他为什么这样讲 你听不懂 搞不清楚 他为什么有这种 意见出来的时候 你要再 反问 求证 为什么他这样讲 有的人讲一楼筐 根本就跟垃圾差不多 以前养猪的时候 一些菜 倒倒倒倒 整栋子都放进去栋子 问说 那种什么 叫做猪地菜 在煮猪菜 要给猪吃的菜 很多人讲话 就是这种状况 但是你要能够去欣赏 然后把这当中 他们有好意见的 你一定要再记录 整理下来 告诉你 这是你心灵成长的轨迹 重点在轨迹上面 你现在都没有再进行 我跟你讲 你都错了 你都不知道 都错了 但是你来问我 我又说 很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不要自己 在那边做解释 因为你只是参加 你那个小组而已 我们从北部 中部到南部 现在华藏工程 推动已经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 华藏工程的性德出现了 华藏工程的性德 所有参加华藏工程的人 他有一种 共同的那种德性 共同的德性 这里面 有很多缺点 我们再看 他会改掉 有许多优点 有许多 这个工程设计的 原来的面貌 跟精神的诉求 那个部分 它逐渐在凸显出来 换句话说 各位现在在参加的 都是在摸索阶段 流华藏工程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错 我可以告诉你 是可容许的错误 但是呢 你在发挥 那一个性德的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我们北中南这样看下来 这个性德突出很明显 几乎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多重的性格 多重的性格 他既是学生 又是学者 既是学者 也是行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直在摸索 他不但是个学生 是个学者 是个行者 他行者里面的 探险家的精神跟特色 他逐渐的会显现出来 而且 对于人性的 这一种 我们世间人讲的 叫做窥视 看出人性深层的 那种动机 已经逐渐的可以展现了 换句话说 你要拥有那种高度的警觉性 你的警觉性 已经逐渐在培养了 虽然变不太灵光 而且还很两光 但是已经看到 你的那种雏形出来 现在很粗糙 但是那个原形式 原形 已经展现了 已经展现了 就整个 罚杖工程的过程来讲 我们已经花了十年了 十几年了 你看看 在各位来讲 你急不急 怎么不把正确的交出来 我告诉你好多东西 不是正确不正确的问题 是你摸索的感受问题 摸索的感受 大家都在佛门中修行 你看大家都一直在找 哪个法门适合我 怎么修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修到现在没有一个修对的 对不对 没有法门是什么 你都弄顶倒了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不要把没戒 当作法门 不要把没人 当作新娘 他很遗憾 新娘官找新娘 不找新娘 专门找没人要结婚的 那你怎么办 他看错了 他看错了 为什么他会弄错 他基本上的认知不够 所以我们要你慢慢去摸索 慢慢去摸索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 探索清楚 你才有办法进一步 去做真正的修行 你还没有摸索清楚之前 你这个修行都是很盲修下内 都是很盲修下内 但是在摸索的时候 你要记得摸索的原则 你要先定位 再摸索 你不可以在门外摸 你在门外只能摸什么 你说嘛 对不对 你要入宝藏里面 才去摸索 宝藏是什么 你才能够找到模拟宝珠 你都在宝藏外面 你在摸索什么 这一点要弄清楚 所以我们好多同修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种见地 那都是我们所谓的 这种偏差的知见 希望各位先从这个地方 去了解 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谈到 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 从经典的这种理论 经典的行文上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地方 它有好几重的理论 好几重理论 那么这个 前面26 后面26 这个前面26代表什么 后面26代表什么 乃至于 这个两个系统 所需求的重点在哪里 那我想啊 个人 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去发展 我现在简单举个例子 给你做参考 前面26餐啊 是告诉我们 行法当中啊 修行的行法当中啊 一个行者 应该建立的 基本认识 就是我们所讲的 模索阶段 大概啊 到了27餐这个地方啊 是你空性建立的 一个基本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观自在菩萨告诉我们 持敏念佛 你称 南无 观自在菩萨 所求一切 结满愿 这个是把空性啊 当作佛性来讲 那么用佛性啊 来陈述啊 空性的存在 可是很少人能够去体会这一点 你会认为空性啊 就不应该用妙有 用有来解释空 跟各位讲啊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能够啊 空射很自在的 来做解释的 那只有华严经 虽然波尔经典里面是这样讲 波尔经典没有办法那么自在 这个是华严最大的特色 所以他前半段讲空性怎么形成 后半段就是讲空性的运用 他的妙用 所以奥十八餐以后啊 都是空性的妙用 但是华严经我们叫做性中的经典 他从头到尾啊都讲色 都讲佛性 这个不一样 在我们世间人来写这样的书也有可能写 但是二十七餐以前啊一定都讲空 二十七餐以后一定都讲色 你知道华严经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他用佛性来讲空性 他不把它分开呢 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就是四法界当中的四四无碍法界 他直接用四来解释四 四四无碍 佛性就是色 就是四相 直接用四相解释四相 他就解得通了 那你之所以会把它变成啊 用空性来解释啊 那表示你是在理事无碍当中 还没有到达四四无碍 这个部分啊 你要能够认识清楚啊 为什么华严都讲四相 都讲四相 你刚才念的经文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他不但讲四相 而且啊 那个量大 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几乎你都不可能 不可能 那就是啊 他是在四四无碍法界里面 所以华严坚整体来讲啊 他从四四无碍法界来讲 那这个时候啊 前后之间的次第啊 已经都消除了 从四四无碍来讲 他是圆容 从先空后是 来讲啊 是剑次 从三贤 十圣 等绝 妙诀来讲 也是次第 那么你看 这里就有三重了 三重啊 理论就有三重 重叠了 理论就有三重重叠了 我们一般人 是看不出来的 是看不出来的 华严的书胜呢 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跟你讲 四四无碍法界的书胜 超越 这个 你四无碍法界啊 那你要是对四法界不了解啊 那我们跟你讲 四四无碍法界的书胜 已经没有意义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部分啊 各位要自己去充实 自己啊 要去超越 我们提供给你做这样的参考 它的书胜 它的不可思议 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了解 但是 我们应该如何去超越 如何去体认 那这要看个人 自己的用功了 自己的用功 我们很简单的 把这一餐的部分啊 再一次啊 跟各位提一下 因为这一餐的经文很短 所以在只有两页啊 只有两页而已啊 那么我们还是 八个钟头要跟各位讲 那么这个关键点上的关键啊 我们就要重复的 跟各位做说明 做说明 像华严经里面是经常有这种情况 经常有这种情况 它一再的循环 一再的循环 因为它讲重重无尽 它讲世事无碍 那这个部分啊 那你不要以为你懂啊 我可以跟你讲 你绝对不懂 台湾有很多 专家 在写华严的 什么叫世事无碍法界啊 它除了文字符号以外 它什么都不懂 日本的天才更多 甚至于它都否认了 世事无碍的存在 华严义经啊 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 它为什么会 不能承认世事无碍的状况 因为它不懂得空性是什么 佛性是什么 我们从中国佛教史的发展来看 最早期 到中国来的时候 那个佛教啊 是在传说阶段里面 传说阶段里面的佛教 我们没有办法去求证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 就是汉朝时代啊 翻译了很多 列是百域经的那种故事 你所看到的 我们在一般的书籍上面的一种记载啊 有很多佛经啊 里面常用的术语啊 它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通常用的成语当中啊 你可以发现 大概有60%啊 都是佛法的术语 都是佛法的术语 即使在台湾乡下 里面里语啊 都有这种情况 都有这种情况 都跟佛法脱离不了关系 那么那个时代 你要知道 台湾乡下的那些里语啊 都是从大陆啊 在长安乐阳那个时代带过来的 那都是啊 前前啊 汉朝时代的 那种文化产物 那个时代啊 是民间的欢义 它没有真正的思想系统 真正思想系统啊 是从安世高开始 那个时候所修所学啊 都是原始佛教的小圣佛典 安娜班娜啦 就是所谓苏习观 或者是这个白骨观 都是这一类的修法 都就这一类的修法 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天下大乱 中国的社会啊 起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有很大变化 那么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啊 顿入山林 开始啊 正史之音的悬谈 那清谈就起来了 清谈起来的时候啊 本来是讲周易 老子 后来讲老子 庄子 到后来呢 变成讲 佛经的波瑞信空 波瑞信空啊 对于当时的清谈啊 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也使中国的思想啊 在这个地方啊 给系统化 中国思想在这个时候 才开始系统化 理论呢 才能够很完整的建立 就是因为波瑞思想的介入 那么这个时候 空性思想啊 很发达 但是经典不完整 所以呢 就有诸事行这些人啊 开始悉情求法 到一直到唐山藏的时候 这个都表示啊 中国人对这个理论的 这种迫切性跟需要性 但是波瑞思想啊 发展到后来啊 会变成 顽空 变成顽空 因为中国人本身啊 把波瑞思想跟 中国文化 中国的才华 相交融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中国本身 偏重于实用 偏重于实用 要能够利益世间才有用 不能利益世间的思想啊 中国人一向称为叫小学 叫小学 而中国人认为 利益世间的思想啊 不是科学 技术那一类 所以呢 把算术 科技 工巧民 通通列为啊 是小学 就在这个时候啊 波瑞幸空啊 可以跟孔夫子的 大学啊 相应 可是 波瑞幸空 没有办法去饶育众生啊 不能老是啊 居住在山林里面啊 这个时候啊 佛性论的思想啊 才接着在第三阶段 发展起来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 南北朝要结束了 谁朝 唐朝起来了 国家统一了 社会安定了 民生经济富足了 这个时候呢 华语经里面 所讲的 四四无碍法界啊 那正好 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 在理论思想上面啊 它走到了巅峰 在社会制度上面啊 我们的气势间啊 也到达了空前的 这种殊胜 相当于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是啊 物质文明相当的昌明 相当的殊胜 可是我们没有理论基础 谁朝唐朝时代啊 他理论基础刚好发展到巅峰 那配合着整个时代的繁荣 那么这个时候啊 当时的人 不管是平民 或者学者 或者行者啊 都可以说啊 这高度的福报跟智慧啊 也与一辱 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 现在虽然物质文明很丰盛 但是我们没有理论 做支撑 你不知道啊 要讲些什么 所以整个社会啊 就泛滥于啊 那一种啊 泡沫型的成功一样 它不是真的成功 这个成功像泡沫一堆堆起来的 渐渐的渐渐 它就一直消失掉了 因为它没有理论架构 没有理论架构 它不能持之以恒 所以你看 唐朝虽然后来大乱 整个国家体制啊崩溃了 可是唐朝的文化 继续延续下去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了 整个国家风崩离析啊 但是 五十三年的动乱 有个宰相当四十八年 光是五代就五个朝代 十国里面啊 也常常在更换 就有人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 维持四十八年的宰相位置 那你就可以知道 当时啊 只是朝代在更替 但是整个文化重心 并没有毁掉 并没有毁掉 所以宋朝的文明 能够接着马上那么兴盛 我们的科技文明在当时啊 是世界第一的 世界第一啊 最殊胜的科技时代啊 是在中国的宋朝时代 那就是唐朝的文明 持续下去 因为唐朝的理论基础啊 建立得非常好 建立到最高的境界 四世无碍法界 现在我们啊 没有办法去串联这些 现在这个时代 不是没有那种有才气 有成就的人 是他没有办法投入啊 心性的建设里面 所以各方面 他没有办法串联起来 没有办法串联起来 在英国 在德国 在美国 都有非常特殊的成就者 但是呢 都偏在一方 偏在一方 我们物质文明这么兴盛 为什么没有理论呢 这个就是灾难 就是灾难 所以整个世界啊 动荡不安 动荡不安 这是我们自己 要能够了解的 整个经典的 这种结构啊 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啊 是非常可贵 非常可贵 不是说为什么 《华言经》 一定要讲四项 它是四世无碍法界 四世无碍的 不如经典呢 它是讲理的 它不讲四的 它理上可以告诉你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怎么样不亦色 对不对 怎么样色即是空 它事实讲不出来 《华言经》就直接 从这个地方讲 从四项上跟你讲 那我们要了解《华言经》啊 你必须要有《博弱性空》的基础 否则这方面你不能了解 所以不要看说我们经典讲的为什么那么慢 不是我讲的慢 我要体会它 我要感受它 我可以像诵经一样一直送过去 但是呢对你来讲会没有意义 你在诵经的时候会觉得满心欢喜 你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 对不对 这经典很美啊 里面不要讲什么 因为你没有剥弱空性的基础在 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先从宏观的立场 提供给各位来做认识 现在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善才白眼 唯愿圣则为我宣说 我当成佛 唯神之力 善之势力 能信 能受 能解 能入 你看 它这个地方讲 希望你来跟我说 它前面讲说 这个法 我这个普门不动数极情解脱门 唯诸菩萨最甚精进 才能闻能词能解能入 那么其他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沙门 婆罗门等所不能了 那唯诸菩萨最甚精进 它才能够能闻能词能解能入 那意思就不讲了 善才这样讲 你讲你讲 我呢 可以成佛微神之力 跟善之势力 我能信能受 能解能入 我们昨天跟各位谈这四句 能闻能词的时候 跟各位讲说 能信能受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出现了 能解能入 简单 你能闻 不闻华严经 不闻真实菩萨 闻而不信 不闻真实菩萨 必须闻而能信 信而能词 要能词 不能受词也不算 所以它这个地方 有能闻能信能词能受 有没有 这四个是一样的意思 那能信能受能词 然后呢 能解能入 这个才叫做真实菩萨 你对华严经要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啊 所以你说我买一套摆在家里供起来 拜 有很大的福德 我告诉各位 能够听闻 那么大方广和华严经 大方广和华严经 七个字的名字能够听到 那都很难得啦 更不用说受此礼拜 那现在这样跟你讲 你可能感受不出来 那么你从经文上的对照 应该可以了解到 一般人他不能了解这些 大家想想看 我们能够在这里听经啊 长期的 定期的这样听 这个是很难得啦 假如我们今天说 现在不是讲华严经 不是讲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股市分析数 股票狂跌当中 如何 你一只藏红 那我告诉你 今天马上会挤破这个地方 为什么 讲赚钱的事 大家都喜欢 讲开悟的事 喜欢是你讲的 你叫他来 他会告诉你说 我没时间 今天刚好有事 家里怎么样 为什么 所以你要知道 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听闻 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福报 我们自己要珍惜 我们这个时间同样的 以经济学来讲 它的机会成本是一样的 我可以到这里来 我也可以到别地方去 我们到西子湾去散步也不错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到这个一点都不弯的地方来 对不对 你要在这里干什么 一点都不精彩嘛 你要知道 这个姻缘的组合啊 就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那样的不可思议 所以这里有一群人 那里有一群人 我们希望各位 你不要把它当做 这一群跟那一群 也不过彼此各一群而已 假如你是这样想的话 那种殊胜感会完全消失 我们不是在鼓励各位说 自我膨胀 自己认为伟大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 你要知道 学佛听经文法修行啊 是人生中非常难有的遭遇 非常难有的遭遇 每个人都要一天三餐 每个人都要工作收入 这都是一定的 每个人也都祈求 发财发达 所以车牌号码一六花 一路花特别畅销 价格特别高 就是众生普遍的心理啊 但是有谁能够觉醒到 在人生茫茫的大海里头啊 我要怎么走出一条 正确的健康的道路 那这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而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 肯定要走这一条路 很显然这是你的正确选择 这跟一般人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跟各位讲 对于这个法门 不要说《华影经》啦 这地方讲是正性无意行菩萨的 这个普门不动素极行解脱门 不是一般人所能解能了 而是菩萨最圣精进才能了解的 这个部分 那么这里有两句话 他说我当成佛为神之力跟善之势力 那么我能信能受 能解能够能解能辱 那大家看看 这一句话哦 你注意听 我当成佛为神之力 各位想想看 你能不能 你现在能不能够成佛为神之力 我想你是很想成佛为神之力 但是你做不到 对不对 你只能够说哦 我当求佛为神之力 跪在佛前求佛为神之力 你唯一能做大概是这样 求佛为神之力 跟成佛为神之力 那个那么肯定的 我要成佛为神之力 跟我要求佛为神之力 那差很多啊 善才同志有这样绝对的信心 我可以成佛为神之力 我们没办法 你怎么成佛为神之力 你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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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有一点绝受 认为你可以成佛为神之力 你大概也要在很多很多条件的限制之下 对不对 哦 就像那一天那个谁啊 打广告说他能隔山打牛 那么检察抓下去 所以你打一遍给我看看 他说对不起 我这个哦 要有地质配合才行 哦 原来能够隔山打牛 是不要地质配合的 现在警察要他做了 他就要有地质配合了 就变成这种状况 你必须要有种种条件配合 这是你自己知道的 哦 但是当你即使这样子告诉人家说 我有这个信心 哇 当成佛为神之力 人家也说你大概快要琢磨了 在那中谋啊 然后呢 你就又丧失信心了 又丧失信心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肯定你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再跟各位讲 你要找到正确的刑法 这个才重要 你这样修什么时候可以成就 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 你的方法对不对 那就好了 我们一再跟各位一提 连此大师 连此大师啊 他也是慈敏内佛 对 他就一个木鱼 咳咳咳 就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而已 他有一个方法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死是个媒介啊 他的用心才重要 用心才重要 大家想想看 江西附近啊 一年三年啊 旱灾 万里无云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多少大德啊 有求雨法 求雨的方法 那么一再的做法 雨就是不下 雨就是不下 就在这个时候啊 人家去求 这个老和尚 所以你帮我们吗 他说我不会啊 他们会的都做不出来 我不会怎么做 那你就试试看嘛 他就拿着木鱼一直敲 南无阿弥陀佛 他走到哪里啊 雨就跟着下到哪里 为什么 他有正确的方法 他自己知道 现在我没学佛就 你有没有正确的方法 当你要 要佛菩萨加持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佛菩萨讲 我现在要你加持 有没有 你讲我是讲的啦 不过我们才有好吗 你你别人只要讲而已啊 你没有方法 对不对 讲的那几句话哦 那那那是每一届 你有什么方法 善财同志就是有方法 所以他说你讲 我可以成佛为神之力 你想想看 你可不可以成佛为神之力 你大概不行啦 我不敢说你不行啦 如果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啊 再来人哦 你你你自己看看 你能不能 有没有这种信心 这个这个不要骗人的 哎 没有说有的话哦 到研究网那边你就知道 舌头拉出来哦 那上面可以跑500cc的机车 哎 时速500公里 那你就知道 这个不能欺瞒的 但是你自己本身要拥有实力 这样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讲 我当成善之势力 他成善之势力啊 现在你讲你的法门 你讲我成你的力量啊 各位你行不行 这是很厉害的人啊 成佛威神之力啊 那好办 既然你讲我成你的威神力 成善之势力 我能够入 这是要马上兑现的哦 不是说好你讲我我若有所悟 若有所悟其实根本就没悟 不是这样 这都很肯定的 很肯定的 现在啊 我们回过头来来 跟各位做介绍 这个信心啊 你必须要拒组啊 那么你要怎么拒组啊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刑法 你没有刑法 不要吹牛 哎 星星打胸不一样 我我我 你看我没有用 你那一种情况 不能成事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刑法 经过真正的谋念 真正的谋念 让那个法 去穿透你生命的核心 让你大死一番 然后复 复活了 这个复活以后啊 你才能够讲说啊 这个我当成佛为神之力 我当成善之势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也就是我们昨天跟各位讲 我不用知识累积的方法 你用我们所讲的佛法的训练 正思维的训练 或者叫纵向思维的训练 然后把知识累积的大脑思考模式 把他除掉了 然后你一直能够安住在 安住在这个 这个正思维的思维模式里面 安住在啊 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里面 那么当你在这边一再的成长的时候 那就精进了 就真正的精进 当你在这个时候 而不被知识累积的 那种意识形态来污染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你直接就可以 跟十方诸佛同一笔孔出去 这个时候你要成佛为神之力 就成佛为神之力 你要成善之势 就成善之势 你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一个正确的方法很重要 那么现在一年到了 他就可以兑现出来了 一年到他就可以兑现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现象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了解到 我们休息一下 再继续跟各位做说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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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好 好 小 感谢观看